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每天起床的时间 从中午十二点变成了早上七点 睡觉的时间从凌晨变成了晚上十一点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工作中开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见到亲戚朋友 他们不再问我考试考了多少分 更多的是 问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 结婚了没有啊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聊天的话题 从各种网络游戏变成了房子 车子 吃饭的时候 讨论的往往是谁准备结婚 谁结婚了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每天不再感叹 学校的作业 有多少作业做不完 开始感叹油价 房价 涨得有多快 股票 市场 还是跌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不再乱买东西 月底 开始算计 这个月还了信用卡 开销多少 还剩下多少 该开始攒钱卖房子了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渐渐地讨厌酒吧 KTV 喜欢清静自然 喜欢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偶尔会有寂寞 偶尔会怀念一个人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我们开始追逐梦想 不会再轻易地去流泪 不会再为了一点挫折 而去放弃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没有了年少的轻狂 把遇到的挫折和困难 都当作一种人生的阅历 试着去包容 学着去忍耐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回想起曾经 我们做了太多的措施 走了太多的弯路 我们总是在后悔 可是 我们回不去了 回不去曾经 那个纯真的年代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孤单的时候 不再去网吧 我用手机 把QQ隐身登录 看看谁在线 看到熟悉的人 想说点什么 最后 却什么都没说 就这样 纠结着 我们把空间 刷新了一遍又一遍 看看 谁更新了心情 看看谁更新了日志 最后 回复了一个 简单的符号 却没有回复任何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明明很想哭 却还在笑 明明很在乎 却假装无所谓 明明很想留下 却坚定地说要离开 明明很痛苦 却偏偏说自己很幸福 明明忘不掉 却总是说 自己已经忘了 明明放不下 却说我已经受够了 明明说的是违心的假话 却说那是自己的真心话 明明眼泪都快要溢出眼眶 却依然高傲地昂着头 明明已经无法挽回 却依旧执着 明明自到自己很受伤 却说 你不必觉得你欠我的 明明这样伪装得很累 却还是依旧坚持着 我今年二十七八岁 这个年纪 我懂得了包容 学会了珍惜 明白了聚散 是那么的离场 我今年 二十七八岁 欢迎收听 麦西水光阴的最新电台奏品 喜欢这首歌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加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